重生之后 我刚回到家 没想到羊蛋就带着人上门找茬 李大山 你打了我 难道就想这么算了 你有种就把我打死 此时此刻 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打死这个羊蛋 可我不能这么做 因为疼的不是羊蛋 而是秦梦莹的心 就在这时 秦二牛把秦梦莹直接拉回了房间 李大山 你今天就是死在外面 也别指望我们管你这个废物 我倒是觉得秦二牛这下是做对了 接着我嘴角敲起一抹两下 这样的人只能打 彻底地打服他 打得他生不如死 想法变成力量 我抡起拳头 就魂魂将羊蛋给打了一顿 打得羊蛋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眼看着羊蛋被揍 他的几个亲戚也全都围了上来 没问题他们全部被我打得遍地哀嚎 李美丽一看这么多人 都打不过我彻底慌了 李大山是远近闻名的 烂命一条 这要是把我家死鬼 打出个好歹来 这让我以后可咋办 不是他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李大山别打了 我们不要你赔 算我求你了 我本来也没想打下去 如果不是这个年代 谁能打谁有话语权 我都懒得动手 不过我双眼里那蛮横的杀气 可是一点都没有少 你给我滚开 老子今天不打死他就不叫李大山 反正老子烂命一条 弄死一个够本 弄死俩我还赚一个 听到这话李美丽彻底慌了 他生死力竭地哀求道 李大山 我们错了 我们不该来你家闹 我求你别打了 我看见也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 便冷哼一声道 杨蛋你给老子记住了 再让我看见你儿子欺负我女儿 老子就揍你 现在立刻给我滚 李美丽是千恩万谢 带着他们的那些废物 轻起灰溜溜地离开了 但是杨蛋不可能咽下这口气 临走时还恶狠狠地对着我说道 你给我等着 我特么不弄死你 我都不是杨蛋 解决完杨蛋后 我想进屋 却发现门被反锁 屋子里情二牛 更是沉冷冷地对着秦梦英说道 啥也别说了 明天你们去离婚 咱们老秦家不能再跟着那个废物丢人 其实自己太天真了 可矛盾的是 秦梦英的心里对我却还有着一丝的担心 这促使她不顾秦二牛的阻拦 还是打开了门 李大山 这日子别再过了 我已经坚持不住了 你要是想亲眼看着我死 那我就成全你还不行吗 别再这么折磨我行吗 我心里又是一阵刺痛 愧疚与心疼 纵然有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秦梦英的亏欠 我只能沉沉地说道 行 我答应你 明天就去离婚 说吧 我猛然转身大步地离开 那眼角飘落的泪珠重重地击打在秦梦英的心头 平时如此地说 她一定会拳脚相加 可是今天却答应得如此痛快 她摊住在地上 看着我消失的背影 脑海一片空白 此时我已经来到了一家裁缝店 正在蹬着缝纫机的李梦英见到我 那精致儿又带着四四五妹的眼波里 飘过一抹微笑 什么风 把你吹来了 在前世纪一里 我们是初中同学 李梦英也一直暗恋自己 只是我更喜欢性格婉约的秦梦英 前世的我还经常从他手里拿钱去烂谱 欠了他很多的人情 你现在是真了不起了呀 连羊蛋都敢打 你知不知道他哥杨坤在世里挺有能耐的 你把他弟弟打成这样 他能饶你 虽然杨坤确实有些难缠 但跟我前世的那些对手比起来 他们连个毛都算不上 没啥了不起的 我还是想让你帮我个忙 李梦英还以为我手头又紧 便无奈地说道 说吧 这次又要借多少 听到这话 我笑了笑 说啥呢 咱俩之间难道就没有点别的了 我是想让你给我做两套衣服 做衣服 李大山一年到头都不做衣服 今天打架打的 怎么忽然想做衣服了 你要做啥衣服 自己穿还是给别人做的 给你跟我媳妇做 你俩一人一套 面料就用你店里最好的棉纺料 不要敌轮的 而且明天中午之前 你俩一定得穿在身上 你脑袋是不是让人打傻了 你给我做啥衣服 你让我们穿给谁看 而且棉纺料特别的贵 一米都要十几块 你能不能跟我说 你到底想干嘛 我只是淡然一想 现在没必要解释 能不能留住齐梦莹的心 就看这次机会了 你就别问了 到时候你自然知道 你把这根笔给我 现在我就给你画图 然后我亲自给你打的 李梦玲惊讶的嘴巴 都张得老大 就好像看个怪物一样的看着我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裁缝 都不会打板 大山他怎么可能会打板 那可是高级服装设计师 才会的手艺啊 他李大山是不是在这逗我玩呢 然而就在此时 我已经拿过纸笔开始画稿 而我现在要设计的是 50年后最时尚的女士职业妆 几分钟之后 一套女装的设计图 便呈现在李梦玲的面前 当她在那设计图里 时髦而又前卫的设计时 李梦玲惊讶的是目瞪口袋 大山你跟我说实话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些的 好就知道李梦玲会这么问 我也只是敷衍地说道 看书学的 这并不重要 你先按照我给的尺寸做 到时候再看诚意效果 李梦玲看着尺寸 有些吃惊地说道 大山这尺寸不对吧 腰跟臀是不是有点太瘦了 关键是这裤腿 这肯定紧的 你到底咋设计的呀 我根本不说话 毕竟这个年代的服装风格 跟50年后是有很大差距的 当然我也没有设计的太超前 毕竟潮流一定得有个过程 太超前就是另类 不料才好后 我就让李梦玲立刻开始 此时此刻 妞妞已经放学回家 进门就看见 哭肿双眼的秦梦莹 坐在院子里黯然身上 妈妈 她是不是又打你了 没有 不是你爸打的 饿了吧 妈给你做饭去 对了 屋里有给你买的新衣服跟鞋子 你去试试看合适不合适 然而妞妞却倔强地说道 如果是她买的 我就不要 都是因为她 今天我被羊蛋的儿子欺负 还被老师跟同学看不起 秦梦莹猛然一愣 妞妞 你说羊蛋的儿子欺负你 他怎么欺负你 妞妞红着脸蛋生气地说道 他要抢我的钱 还吐我口水 把我推倒在地 往我的身上扔泥巴 妞妞 你咋不早跟我说 你是为了咱闺女 才跟羊蛋打架的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 哪来得及解释啊 而且你个当时都疯了 我还解释啥 再说了也没啥解释的 妞妞是我女儿 我保护她是我做父亲的责任 不仅是妞妞 还有你 谁要是欺负你们 我就跟他们拼命 秦梦莹一头撞进我的怀里 感动与内疚 好似她有力地双手紧紧地拥抱住我 我先是一愣 五十年的自责与思念 如今秦梦莹的温情 再次地回到我的怀抱 我生怕这是一个好梦 于是我也紧紧地抱住秦梦莹 梦莹 我真的好想你 大山怎么这么奇怪 每天都见面 怎么还想 难道她说的是想那个 秦梦莹立刻推开了我 红着脸颊撒娇道 不准想 我让你想 你才能想 我一脸猛逼 啥呀 我说我想你了 就在这时 妞妞跑出屋子喊道 妈妈 我饿了 赶紧去洗手吃饭 我哥也回家去了 咱也能吃顿安静饭 行 赶紧吃饭 明天我带你去 李梦莹的裁缝店 给你做套衣服 做衣服 不过年不过节的 做啥衣服 还挺贵的 我又不是没有衣服穿 穿这个衣服 是为了挣钱的 一定得做 一听说要挣钱 秦梦莹便没有再拒绝 第二天 我带着秦梦莹来到裁缝铺 然后让李梦莹 拿出了提前做好的两套衣服 你们现在就穿上 让我看看先